什么样的毛皮做成成平手座以后 会成背翻背的增长 又是一条让很多行家都不敢下手的手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 我们进去去看一下 能不能够跟它蜕变成上百万的手座 关键取决于这几个点 第一 它这个形状从这个角度我们看 是歪理的 那么能不能够把这个形状把它做正 做成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圆条手座 很关键 第二 这个地方缺料 这个地方一个大坑也缺料 那么如果说在缺料的同时 我们做出来 第一 它的厚度 它的宽度 或者它的形状都会影响到了 那它的价值影响就大了 那么还有第三点 这些地方都是有缘的 我们的缘越少 那么的价值也是越大的 咱们拭目以待 见证这条手座它的奇迹推变 之所以有十足的信心 一是出于尽力挖掘每一只着配的潜在价值 二是多年的行业经验 让我能够看到它的可属性 其实一只手座的诞生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种 这条着配的拆解过程 用了整整三天时间 像做解剖手术一样 谨慎的切下了一片又一片 因为一旦不小心 破获了它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刀下去损失的可能是几十万 上百万 那谁能够想得到 层层叠叠之中 竟然藏着一只手座呢 有一记诗 说得好啊 不识庐山正面 只原生在此 我们上次那块磨细砂 石头的大小跟这个差不多 出了三条手座 而这一块经历了千辛万贤 只出了一条 所以啊 翡翠原始能让大家找了磨的上瘾 就是在于它的千变万化 无法看透 初步的行丁出来了啊 整体的肿水全部都出来了 我们正常的金加工的一条手座 也就在两到三天就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条毛胚 五天才发大型净净的 那接下来就是把它调整 抛光 打磨 最终我们呈现的成品是怎么样 咱们一起来期待 竹竹做了七天 终于把它做好了 来我们在自然光看一下 还想象得到我们当初毛胚的样子 歪歪流流 缺角 有纹 有棉 但是成品做出来 整圈是纯的 而且它的冰感啊 整个颜色化开以后 有点像啤酒厨的感觉 当初我预测的 说没有纹 没有裂 没有棉 那是我们最佳理想的状态 我们做好以后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在社交剧里看 那是很漂亮 完美化开 但是我们细看 这些地方还是有一点小棉感的 但是我们从毛胚 蜕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说它的蜕变 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品欲啊 就像品人一样 要有一个通透包装的 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番天敌 好 那这一条咱们就会入库了